Wisdom 好我们来看这个字的音节 第一个音节的母音呢 在I我们发成短母音 I的音 第二个音节呢 在O我们发成 中音落在第一个音节整个字 我们就念成Wisdom Wisdom 好那Wisdom呢 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中文翻成智慧才智 好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 The ability to make sensible judgments usually gained through lots of life experience 好智慧跟才智 它是一种能力 什么的能力呢 to make sensible judgments 好这个make指的是做 judgment是判断 就是做出一些合理的判断 sensible这个字 可以当作是合理的理性的 好它呢拥有这个 做出理性合理判断的能力 好而这样子的方式呢 通常是gained 是获得 获得这样子的能力 透过什么样的方法呢 through lots of life experience 透过很多生活的经验 它能够才能够拥有 这种可以做出合理的判断的能力 中文翻成智慧才智 英文就念成Wisdom 好那在这个字呢 Andy呢先帮同学补充一下 这个Wisdom 其实它的形容词就念成Wise Wise指的是有智慧的 好那我们知道呢 有另外一个字跟这个字呢 蛮相像的 那个字是Smart 聪明的 那智慧跟聪明相信 它以它的智慧而闻名 而且呢 Helped 帮助很多他们的族人呢 Make key life decisions 好那这边的make decisions 原本的意思就是做决策 做决定 那这边的key翻成是一个形容词的话 我们中文就要把它翻成关键的 OK 好 所以这个字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Wisdom 名词智慧才智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